8月14日,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卡连让皮埃尔在接受采访时强调,白宫对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突袭搜查前总统特朗普海湖庄园一事并不知情,也不了解司法部正在进行的调查情况。 特朗普9日曾表示,对于FBI突袭搜查其海湖庄园一事,拜登知情,而他也在14日呼吁FBI返还没收的文件,称这些文件受到律师客户特权和行政特权的保护。 据纽约邮报报道,特朗普私人律师美国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警告称,如果特朗普2024年当选总统,他会做的第一件事将是搜查拜登的每一间住宅。 8月14日,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哥伦比亚县发生骇人听闻的车祸即殴打杀人案。 一名男子开车冲进社区活动现场,导致一死十七伤,回家后余怒未消,再殴打母亲致死。 诉讼文件表示,警方从监控录像发现,24岁嫌犯雷耶森故意驾车加速冲向人群,酿成惨重伤亡。 状人事故发生后不久,州警又接到报告,表示一名男子殴打妇女,赶到时发现地方警员以逮捕雷耶森。 受害女子正式为雷耶森的56岁母亲罗莎。 验尸官表示,罗莎先被车辆撞倒后,然后再被人用锤子袭击,身体留下多处外伤。 雷耶森14日被控两项刑事谋杀罪,罪名一旦成立,可能被判死刑。 他目前被关在县府监狱等候29日提躺,期间不得保释外出。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新研究表明,加州将受到气候变迁影响,遭逢极端风暴,巨大洪灾已不可避免。 暴洪正如1862年淹没Sacramento的30天大雨,将在内华达山脉产生200%至400%的洪水冲入内陆,可能造成数以万计的生命损失,抹去1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值。 加州中央谷地宛如一片内海,加州一些城市甚至可能经历超过100英寸的降雨,使500万至1000万人流离失所。 地势低洼的洛杉矶及城县都不能幸免,全国25%的粮食生产被毁。 这项新的研究现在命名为ARK Storm,他们使用高分辨率的天气模型和现有的气候模型来比较两种情况。 过去是一代人一生,至多只会碰上一次,如今可能每25年至40年就会发生一次。 加州水资源部指出,该部门将利用这份报告来确定风险,寻求资源,支持中央山谷防洪计划,并帮助教育所有加州人,以便我们能够了解社区的洪水风险并做好准备。 埃及卫生部8月14日说,皮林埃及首都开罗的吉萨省一处宗教场所当天发生火灾,已造成至少41人死亡,12人受伤。 火灾发生在吉萨省印巴拜区的阿布希芬教堂。 起火后,37辆救护车立即赶往现场开展救援。 伤亡人数仍在统计中。 埃及内政部发表声明说,根据初步调查,火灾是由教堂内部电器故障引起的。 埃及总统塞西致电埃及科普特政教会负责人,对遇难者表示哀悼。 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8月15日批准了疫苗公司莫德纳制造的二架新冠疫苗,用于成人新冠加强针接种。 临床试验数据显示,这种疫苗对奥米克戎BA1和原始新冠病毒都产生了强烈的免疫反应。 而英国也是首个批准这种疫苗的国家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观看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ril headach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